加州州长纽森7月21日签署了一项60亿美元的法案 将扩大加州的宽带基础设施 优先考虑未提供服务和服务不足的地区 为此将花费32.5亿美元建设一个配有大容量光纤线路的周游网络 该网络可以远距离传输大量数据 20亿美元把家庭和企业与当地网络连接起来 使部落和地方政府能够获得这笔款项 为地方政府和非盈利组织提供7.5亿美元 为宽带基础设施融资 去年为了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 学校和工作场所突然关闭 学生和员工不得不在家工作 许多人的手机数据信号很弱 这暴露了人们对普及和负担得起的宽带互联网接入的需求 加州被迫迅速动员科技产业 帮助全州各学区开展远程教育 其中许多学区几乎无法使用高速互联网和计算设备 电子前沿基金会将这项立法称为革命 允许加州人选择他们的宽带命运 并表示这是迈向接近普及光鲜接入的必要的第一步 因为这永远不会通过大型私人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实现 他们被快速利润和短期投资者期望所束缚 阻止了他们追求普及光鲜接入 据CBSLA7月21日的报道 加州联合之路发布的一份新报告称 三分之一的工薪家庭 也就是350万家庭正在努力维持收支平衡 而在洛杉矶线 40%的家庭也就是超过110万户家庭 难以负担生活基本必需品 在加州 有6岁以下孩子的家庭中 超过一半的家庭难以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 而在单身母亲群体中 这一比例跃升至近80% 该报告基于大流行前的一项研究 将食品、住房、儿童保育、医疗保健和交通成本考虑在内 报告指出 即使在大流行之前 加州已经有太多的家庭陷入了经济困境 所有迹象都表明 尽管联邦和州提供了大规模的救助 但大流行仍使这一局面恶化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7月22日更新了对复华人员双检测的具体安排 指出当前驻美国使领馆仅被乘坐美中直航航班的乘客发放健康码 截至目前 中美之间共有9条直飞航线 分别由不同领馆审批 驻美使馆重申坚持 非紧急、非必要不履行的原则 谨慎防疫 同时也提醒复华人员到指定机构进行检测 接种美国辉瑞、莫德纳、强生等非灭活疫苗者 需在完成接种后安排复华行程 在申请健康码时 除要提交双检测报告外 还要上传针对N蛋白的Igm抗体检测报告 疫苗接种声明书、接种凭证等资料 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倒计时之际 东京奥组委22日宣布解聘开幕式导演小林贤太郎 东京奥组委主席乔本胜子表示 小林贤太郎在节目中曾对犹太人大屠杀 这段悲惨的历史进行过取笑和不当评价 而就在7月19日 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作曲负责人之一的音乐家 小山田归吾引咎辞职 4天内 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两位核心主创 相继因丑闻离职 迫使东京奥组委高层连连道歉 7个多月来 三任开幕式导演下课 所有人都在关注 一届没有类似导演角色的奥运会开幕式 将会如何呈现在全世界面前